祝佛加持嘛 你讲其他的经啊 得不到祝佛加持 所以有些老法师遇到我 常常问我 有什么秘诀啊 我就把秘诀传授给他 可是他要相信 不要讲别的经 专讲无量寿经 专讲阿弥陀经 为什么呢 你会得到一切祝佛的加持 你讲别的经啊 我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这个例子 唯独这个经上的时候有例子 所以这个是平等法 平等经 要把这个认识清楚 依照这本经修行 实实在在说 就是所有一切经 所有一切法门 统统包括在这一部经当中 真正的一切一切一切经 一切经就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就是一切经 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 大本小本 内容没有两样 那么这个是第一段平等法身的意思 我们再看第二段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念佛三密不是修的 到那个地方啊 念佛三密就得到 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 使你成就的 所以以三密神力 能一处 处是处处 一念一时 时时时刻 在一处一时一念 便是方时刻 种种供养一切祝福 既祝福大会还众啊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容易了 修行 不外乎 念大纲领 修福 修慧 你看成了佛了 我们念三规 归一佛 二祖尊 祖就是圆满了 年中圆满 换句话说 我们就修这年中 智慧圆满了 福德圆满了 佛慧圆满 就成佛了 那个佛慧要怎么圆满呢 供养佛 是修福 这最大的佛报 能够在 一处一时一年 并供设方世界 一切祝福如来 你说这个佛报多大 我们今天可能一尊佛都遇不到 每一年过年很多道场拜万佛 万佛明经里面总共才一万两千尊佛 漏掉的太多太多 受方祝福无量无边的 你才拜了一万两千多尊佛 何况你拜的时候 有口无心 与祝福不能感应 还是虚作了 这个是实话 你才晓得 修佛报不容易 生到西方世界就容易了 每一个人 得阿弥陀佛神通的加持 各个人都能分身 都能化身 像释迦牟尼佛在《凡网经》上讲的 千百亿化身 到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人 那个同一个时 同一念化的身 不值千百亿 因为释放祝福如来 不值千百亿 所以每一阵佛能力 都去供养 都去听伐 那千百亿化身还不够啊 无量无边的化身 供养祝福修福 天祝福说法修灰 所以那个佛会很快就圆满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 要佛会圆满的三大二生奇迹 到西方世界 没几天就圆满了 为什么圆满呢 因为他这个语言太好了 念念都能供养祝福 念念天祝福 说法 是这么个道理 这么好的修行地方 你要不去 那就是李老师从前讲的 你要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 非愚即狂 换一句话说 你的头脑不正常啊 正常人听到这个事情 哪有不去的道理呢 这能于无量世界 无复发身处 种种世心 种种教化 度脱一切众生 常作佛素 这是往生到西方世界的人 大慈 大悲 看到 哪一个世界 没佛 没佛了 一定是众生 罪业极重 迷惑 颠倒 不能敢的 三岸宝主世 那怎么办呢 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菩萨去映画 到这个地方呢 做种种方便 去教化众生 观世音菩萨 普门评里面讲的 三岸室而言 这个三岸宝里面 除了以三宝身份出现之外 都可以 因为众生没有福 不能用三宝的身份出现 三宝身份出现 这个地区众生有福报 这叫敢得三宝 不用三宝的身份来出现 帮助众生 诱导众生 常作佛丝 这个佛丝就是 另一切众生的 丢物 另一切众生 断我修善 破米开悟 这叫做佛丝 出 我往来想 供养想 肚脱想 西方世界人 天天做这些事情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建端 从来没有休息 从来没有感觉到疲劳 没有感觉到厌倦 为什么呢 他心轻轻 没有 没有读想 我们这个世间人 有往来想 去供养佛 回来 见阿弥陀佛 有去 有来 有这个念头 有供佛 有文法的想 有到 无佛处所 教化众生想 这一想就坏了 这一想呢